各位同心,現在開始上課了,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現在開始上課了,大家請坐 大家早上 我小林齁,我這個演講的題目是國家變變變齁 頭一個變是青菜的意思 現在的人對國家的觀念都很青菜 例如說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感覺聯合國是國家,請來拿手 不是齁,聯合國是什麼 它是一個國際組織,社團 社團的成員主要是以主權國家為主 它是一個association 第二個變是變化多端的意思 比如說,以前的國家主要分兩種 其實現在也是 分類分得很粗的話就分兩種 哪兩種?一種叫做simple state 一種叫composite state simple state就是單一國家 composite state就是 複合的國家 就是一個國家裡面是有很多國家組成的 國中有國啦 這很多例子,譬如說 譬如說大英帝國 就是複合的國家 奧匈帝國 俄圖曼土耳其帝國 這些都是複合的國家 它這個國家裡面也有很多國家 作為組成分子 譬如說俄羅斯聯邦 它也是 就是以前的,或是以前的蘇聯 但是有時候你要小心 通常這樣複合型的國家 或者是說 一個國家裡面它可能有一個自治體 譬如說像烏克蘭裡面的克里米亞共和 你去看維基百科 它都會寫克里米亞共和 克里米亞那個自治國對不對 可是其實克里米亞它只是一個自治體 它不是一個自治國 雖然它有自己的議會 你要小心喔 因為中文很多都是亂翻的 不是由republic就一定可以翻成國家 它只是一個政體 等一下我們會解釋 政體跟國家是不一樣的 所以國家的概念是千變萬化的 我們至少要了解最基本的國家組成型態 我們才有辦法進一步去思考 分辨什麼是比較好的國家 以及什麼是我們想要追求的國家 否則現在人一天到晚在喊獨立 喊統一 維持現狀 可是什麼是現狀他都搞不清楚對不對 就像剛剛前一個講師說 台灣中華民國 白狼到底是哪一國人 大陸人 台灣人 中國人 對不對 這就是你都搞不清楚了嘛 那你就 我們等一下會大概看一下這些概念 這幅圖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知道請舉個手一下 這幅圖是十七世紀很有名的一幅著作 政治學的經典叫做利維坦 Liverton 他是講什麼呢 他就是講這個 當然他講很多啦 但是他的主要有一部分就是在講說 中世紀的國家 他的概念主要是軍權神獸 大部分的國家是 的概念是軍權神獸 主權啦 那到了近代國家呢 怎麼樣演變成近代國家 其實這本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 這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轉折點是 格勞修斯的戰爭與和平 那是另外一部國際法的經典 這一部是什麼 這一部是社會契約論的源頭 他比盧梭還要早 一般我們都以為社會契約論的源頭是盧梭 其實是這個書的作者霍布斯 那為什麼他用這一幅圖當那本書 立維台的封面呢 因為這幅圖很非常深刻的 很傳神的 刻畫了什麼叫做一個國家 什麼叫做一個國家 就是一個人造人 你看他這裡有很多一點一點的有沒有 你把它放大來看 你把它放大 每一個一點一點的都是一個人 他也是說他是由 很多很多的人聚集出來的一個巨人 那這個巨人呢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肉體就是人民 就是the people 人民 你可以想像 那這個 他右手拿了一把寶劍 左手拿了一把權杖 代表什麼 這代表世俗的權力 這代表精神的權力 世俗的權力 比如說戰爭啊 征服啊 佔領啊 這些 精神的權力就比如說 他可以制定說 欸 教科書綱藥啊 以前天皇陛下會制定什麼 教育斥令之類的 這就是他會規定說我們這個共同體 要怎麼樣去認識我們的歷史 就是精神層面 當然 在西方國家這個權杖有更深刻的意思 它是宗教 比如說像羅馬教教宗那種意思 但是現在 在政教合一的國家是不多了 但是我就說 即使不是政教合一的國家 這個權杖你也可以把它解釋成說 制定教科書綱藥那種 歷史詮釋權 OK 那這個皇冠是代表什麼 就代表主權的權威 主權的權威 所以代 代這個主權權威的 不是這每一個細胞欸 懂我意思吧 是他的頭 那這個頭是什麼 就是元首 懂我意思吧 就是元首 那什麼是元首 元首有兩個 一個是什麼 國家元首 一個是政府元首 國家元首是the hell of state 政府元首是the hell of government 但是以前啊 統治者跟主權者沒有分得很清楚的時候 這兩個通常是混在一起 但是到近代 很多國家其實會去區分這兩個 國家元首跟政府元首是不一樣的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天皇像大日本帝國 或是說現在日本國也是一樣 雖然執政的是日本首相 但是實際上的主權者是日本天皇陛下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看他的文章 日本天皇陛下的文章是什麼 是一個菊花對不對 他是十六辦八重表局 十六辦八重表局 可是你去看安倍晉三 任何或是日本國的那個文章 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的文章是什麼 他是一個五七同文 那你去看朝鮮總督府的文章也是五七同文 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不管是朝鮮總督或者是安倍晉三 任何一個現在的日本國總理大臣 他都只是一個日本這個國家 天皇下面的一個政權而已 以前他們叫 對就是統治者 他授予的這個統治者 就像以前的封城秀吉 以前天皇就是授予這個封城秀吉五七同文 所以他們是不能用那個代表國家 代表天皇的那個菊文的 尤其是到十六辦的 像可是你看喔 日本國的外交領事館 以前的日本軍艦 他上面的mark 是菊文喔 為什麼 軍隊是代表天皇的權利 以前戰爭是天皇主權者的權利 那還有什麼 領事 外交 外交也是主權者的權利 即便是現在 天皇已經沒有執行他的外交權利了 可是外交領事 日本國的外交領事館的文入 不是五七同文 也是菊文 所以你就曉得 雖然我們現在都以為說 日本通過新憲法 好像現在當政的人是日本首相 其實他的主權者並沒有改變 OK 所以就是說這個戴皇冠的人 跟這個 你可以想像 那 這句話他說 在地上面有別的權威可與之相比 取之舊約約伯紀 就這句拉丁文 就這句拉丁文 那 我沒有時間去解釋這句話 那你們有興趣 我建議各位一定要去看這個 舊約約伯紀裡面 這個約伯跟耶和華的對話 他就 他有提到這句話 跟立委談這個海怪 因為這會牽涉到 什麼叫做正義 什麼叫做主權者 台灣人 台灣人會在那邊自願自愛說 假如你美國都是佔領者 為什麼你都沒有出來表示說你是佔領者 就好像 有人就說 假設你是正義的一方 為什麼上帝如果是站在正義的一方 為什麼上帝都不出來拯救你 類似這樣的哲學論證 你可以去看一下舊約他是怎麼講這方面的事情 那我的大綱主要是這樣 首先從幾個時事觀察 可能時間不太夠 只要講前面幾個 去講什麼是管轄權 跟美國軍事政府在哪裡 再來 用自然法的觀念講什麼是管轄權 最後 我的主題一定要講什麼是國家的概念 就是country nation state 我是希望有時間可以講嚴格的定義 最後講盧梭的主權在民 我們先看幾個概念好了 暖身一下 你們常常在新聞媒體上 會看到這幾個字 中華民國 中華台北 台灣 這什麼意思 都是一樣嗎 是同義詞嗎 你看這有五個概念 國家的實體 國家的實體 或是疆域 國家的實體 或是疆域 名號 政體 政府 政權 這五個是不一樣的概念喔 像我剛剛講了嘛 這個 比如說中華民國好了 在溥儀宣布退位的那一天開始 中華民國這一個政權 政府誕生 他是元世凱政權 他是第一版的共和政體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他是代表中國這個國家喔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在這個階段呢 他還是中國這個國家 或是支那國 但是他的名字就變中華帝國了 因為這時候元世凱稱帝 他的政體是紅線帝制 他的政府叫中華帝國政府 但是他都代表同一個國家喔 在國際法人他是同一個國家喔 你可以想像 這是一個人啦 國際法裡面的一個法人 這是法人的名字 這三個相當於是 是這個法人的人格 這人格有三個等級啦 那人格會改變 會分裂 會改變也會分裂 比如說內戰的時候就分裂了 對不對 所以 但是他都代表同一個人喔 只是說 比較穩定的那個人格 最後會代表那個人 比較不穩定的人格 可能就消滅了 你要注意這裡有個大清國 所以你要看 中國等不等於大清帝國 剛剛那個講師留了一個問題 要我回答 其實 這不是一個 可以三言兩語回答的問題 但是也沒那麼難啦 你要去 很仔細去想說 什麼是大清帝國 大清帝國是一個複合國 大清帝國是一個複合國 我就 我就舉一個 就簡單的例子 你們去想什麼叫 為什麼會有 他為什麼不叫做 滿盟葬委員會 他為什麼不叫做 滿盟葬委員會 這有原因的 答案就是 因為中華民國 他為了要繼承大清帝國 對 蒙 對那個 蒙古跟圖伯 也就是西藏的宗主權 所以他 他一定要設一個盟葬委員會 也就是說 在大清帝國裡面 蒙古跟圖伯的地位是什麼 是 是宗主關係 他並不是 並不是滿洲的 真的 他的所謂的 不可分割的主權領土 所以圖伯人 獨立是有道理的 他是有道理 他本來就有主權 他只是不夠獨立 獨立跟主權 是兩個不一樣的概念 主權意味著 某一種獨立性 可是獨立不見得擁有主權 這有點 你要想想想這個邏輯 所以呢 我就帶過那個大清帝國 你們就去想 大清帝國這個複合國的組成是什麼 然後再去想 中華民國的組成是什麼 那中華民國是要怎麼樣去繼承大清帝國的呢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那 所以你看 他有這麼多階段 換了這麼多政府 所以你看 他換了三個政府 在這三個階段 他換了三個政府 名字都一樣喔 所以 名字都一樣 不代表政府 政體是一樣的 政權當然會不一樣 然後你看 在這裡 滿洲國 獨立了 滿洲國自己成 那個普宜回去滿洲 成立滿洲國 包括那個 在蒙古那邊 也有所謂的德王 那 在1945年 10月25的時候呢 這個邁克阿瑟 邁克阿瑟 邁克阿瑟是什麼 他是 盟軍啊 所謂的同盟國 主要有四個國家 主要有四個國家 透過一個國際協議 邁克阿瑟 成為 對日佔領的最高統帥 叫做SCAP 他是 透過一個國際協議 四個主要的國家 透過一個國際協議 包括 以美國為主 授權 邁克阿瑟 作為 SCAP SCAP發布 一般命令第一號 這一般命令第一號 是在那個 1945年9月2號的時候 簽署這個 投降文書之後發布的 他必須要簽署投降文書 才能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因為這樣子的話 天皇陛下也才能夠發布 屬於大日本帝國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就可以發布給 他下面的 大日本帝國的軍事政府 就是所謂的大本營 然後比如說大本營就發布到 台灣這邊的第十方面軍 而這個第十方面軍 在根據天皇陛下大本營 這個一般命令第一號 去向這個 陳怡 比如 猴翔 所以並不是說 麥克阿瑟的命令 並不能直接下達到 這個第十方面軍 你們要了解 國際法跟國內法 他一定有這樣的橋樑 所以雖然外面 通常簡略的說法就是說 根據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這個陳怡 來台灣接受 這個日本軍的投降 這是簡略的說法 但反正無論如何 陳怡就是在台灣成立一個 代表蔣介石 蔣介石是根據這個一般命令第一號 成立一個佔領軍政府 所以這個時候 也就是說他有一個中華民國自己的政府 還有另外一個 不屬於他的領土上的一個佔領軍政府 在這兩個階段 他並沒有 以中華民國而言 中國而言 他並沒有政府 為什麼 因為李中仁啊 李中仁他從香港跑到美國去流亡了 那流亡之後 他並沒有 建立一個合法的流亡政府 就像 達賴阿瑪跑到印度的達蘭沙拉 成立一個西藏流亡政府一樣 李中仁他那時候是代表中華民國的法統 他並沒有建立一個合法的流亡政府 所以 在這兩個階段而言 中國是沒有政府的 雖然共產黨控制了主要的領土 但是共產黨並沒有取得合法的權力移轉 所以你知道 雖然沒有政府 可是國家是存在的 這還有什麼例子 比如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德國 德國被四個國家佔領 美國 英國 蘇聯 法國嘛 對不對 那 德國原本的政府 就是希特勒的政府被摧毀了嘛 被解散掉了 所以德國境內沒有代表德國人民的政府 在統治德國 是佔領軍在統治德國 可是德國滅亡了嗎 沒有喔 這是由法院判例的 即使沒有一個國家沒有政府 它還是可以存在的 這是一個例子 德國是一個例子 還有一個什麼例子 跟我們最有關的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政府也是在戰後被解散掉了 尤其是日本國通過 因為麥卡特設訂定的這個新憲法 日本帝國政府被解散掉了 可是大日本帝國滅亡了嗎 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 至少我已經舉了兩個例子告訴你 政府不存在 不代表國家不存在 只是說 只是說它如果沒有政府的話 國際就不知道要承認哪一個是它的 要承認哪一個政府啦 所以一直到8月5號 8月5號發生什麼事 要先看之前的4月28號 1952年4月28號 什麼意思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的時候呢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有幾個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日本renounce 放棄弗洛摩沙 也就是台灣 跟澎湖的 這個 right title and claim 權力權援請求權 可是它並沒有說放棄完整主權 這各位都很清楚 權力權援請求權 不等於完整主權 所以就有所謂的勝於主權這件事情 那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第23條 說美國是主要佔領權 那美國是主要佔領權的話 也就是說 日本同意的情況下 美國同意的情況下 在這個主要佔領權佔領的地方呢 其他的國家也可以駐軍 這是主要佔領權的意思 我是主要的嘛 所以其他國家要駐軍的話 只要我同意就可以 那美國就受益這個蔣介石流亡政權呢 去跟日本簽了一個台北合約 什麼時候簽的 這非常巧妙 它就是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生效的前幾個小時 這是故意的 這是故意的 為什麼呢 他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生效的前幾個小時 去簽台北合約 也就是說 台北合約先簽了 舊金山和平條約才生效 但是那個時候 台北合約還沒生效 一直到了 8月5號才生效 所以這就是喔 你看最近在搞福嘛對不對 他不是說 蠻久不是說不能退嗎 為什麼不能退 就是他們這些 那些念法學的人 都沒有去看條約法 去看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他怎麼講 一個條約 雖然生效跟簽署 不一定是同一個時間點 我簽署當然不等於生效對不對 可是 雖然生效之後 是有完全的約束力 可是當你一簽署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能說返回就返回的 你懂我意思吧 你簽署的時候 已經有某一種 承諾說要 要往這個方向去做 那只是什麼 補完你的國內程序 就比如說批准之類的 那批准 你不爽的話 你就說我保留某幾個條款 譬如說我覺得這條款 這個立法委員覺得 這個條款對我們不利 那我可以保留 所以 一個條約裡面 它可以有某些條款 保留 就是保留 其他還是要生效 這個國際法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什麼 條約一定要遵守 就是一個人的信譽嘛 條約代表就是 這個國家 這個簽約的 代表人的信譽嘛 你不遵守 那以後誰要跟你簽約 所以 不是說 蠻獨裁 而是說 中華民國的立法機關 根本就是怠惰 那我不要扯那麼多 我們今天回 還是回歸講這個正題 所以這個 呃 講到哪裡 八月五號對不對 好 所以它就有兩張名片 三個頭銜 哪兩個名片 一個是關於中國的部分 中國的名片呢 它的頭銜是 流亡政府 它是一個合法的流亡政府 為什麼 因為 它簽了台北合約 是什麼意思 台北合約 就是和平條約嘛 中日 就是日華台北合約 也就是說 蔣介石 他本來只是一個流亡政權 雖然他在台灣 是一個佔領的軍事當局 可是他 他被美國受益 去跟日本簽這個 中日台北合約的時候 也就是說 他能夠代表中國了 因為只有代表 因為和平條約 是代表國家的那個政府 才能簽的 所以他就被提高位階了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政府了 所以他本來是政權 變一個政府 而且 但是他 他還在流亡 主要是在流亡嘛 雖然他有兩塊小領土 叫金門馬祖 但是在台澎的部分呢 台灣澎湖的部分呢 它就是佔領跟治理的部分 所以它有兩個頭銜 一個頭銜是次要的在佔領軍政府 一個是台灣治理當局 為什麼次要 因為 在究竟戰和平條約的第二十三條 確認美國為主要佔領權 所以他只能是一個次要的佔領權 但是因為美國 因為那時候 開羅 所謂開羅新聞公報 一般講開羅宣言 其實是開羅新聞公報 開羅新聞公報 是一個政治意向書 雖然它不是一個條約 它是一個政治意向書 但是它對那時候的美國 是有政治的約束力 不是法律的約束 是政治的約束力 所以美國就說好 蔣介石 所以他為什麼派蔣介石來台灣 也是有那個意思 但是還沒有真正完成 那個法律上的轉移就是了 所以呢 那為什麼是台灣治理當局 就是台北合約 日本有明示或暗示 台北合約的本文跟它的議定書 都有明示或暗示 叫蔣介石的這個中華民國呢 來管台灣 所以我們的中華民國國籍 就是這樣來的 雖然現在已經失效了 現在已經失效了 現在的中華民國國籍失效了 法律上失效了 可是那個時候 因為台北合約呢 暫時被視為中華民國國籍 暫時被視為中華民國國籍 這好像昨天 潘良華副議長 潘良華議長有提到 那這個 潘良華副主席 那這個 所以到了1979年1月1號 這時候你看喔 我就不是寫中國了 我寫台灣了 它是一個非國家的領土 它也不是一個country喔 領土是territory 不是country 它也是有幾種概念 領土 名號 政體 當局 治權 為什麼是1979年1月1號 因為1979年1月1號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中美斷交嘛 其實不是中美斷交 因為斷交跟建交都不是國家的事 而是政府或政權的事 所謂的斷交就是 美國的卡特政權 撤除 或是那個美國政府呢 撤除了對 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 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的那個政府承認 它把它撤除掉 叫做斷交 所以是撤除政府承認 而不是撤除國家承認 所以 也就是說 在那個情況下呢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第一個 先不要管台灣這塊土地上 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權 它已經不能代表中國 對不對 它不能代表中國的話 它就只能政權了嘛 對不對 第二個 它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它不能 它沒有辦法代表中國的話 它就沒有佔領權 因為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利 各位要記住這一句話 佔領是一個國家 因為在國際法裡面 主權國家就是最完整的國際法人 這個主權國家是最完整的國際法人 所以佔領是何等大的事情 我說這個東西是我的 所以說我有相當的格 我才能做這樣的宣稱 我如果是一隻猴子 或是一隻狗 或是一個 不知道哪裡來 長得像人的東西 我是一隻鸚鵡 我會講人話 我可以說這個東西是我的嗎 不能欸 所以 佔領是一個 國家才能有 代表國家的政府才能去主張的 才能去執行的權利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只剩下兩個頭銜 一個是漏王政權 一個是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福茂的問題在哪裡 福茂的問題就是 各位你要去看一個契約 最重要的不是從頭開始看 是要從最後面開始看 看什麼 看簽名的地方 簽名就是說誰代表誰去簽這個約 對不對 那是誰去簽福茂的 或者說誰去簽ECFA 你們可以不用去看那個福茂的本文 那太複雜了 你就看誰去簽名的 海基會 那海基會代表誰 沒有寫 我告訴你喔 這是一個玄機喔 通常一個完整的條約 或是協定 裡面一定要寫誰代表誰嘛 否則怎麼知道 你是用什麼身分去簽這個約的 我有兩張名片 我看 這裡有兩張名片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是用哪一張名片去簽那個約的 對不對 這兩張頭銜的功能不一樣啊 所以福茂的問題就在這裡嘛 它不說明它是哪一張名片嘛 這也是美國跟中國 兩邊的中國人跟美國政府 他們在玩的政治模糊嘛 其實某種程度上它也不能寫啦 它也不能寫 待會我不講這麼多了 好 什麼是台灣 我們剛剛講的什麼是中華民國 中華台北中國台北 什麼是台灣 台灣也很複雜欸 你不要以為台灣很簡單 作為台灣的統治 這是誰講的 美國白宮國安會亞太事務主任韋德 在2007年的時候講的 他說什麼 作為台灣的中華台北 不是主權國家 我是把它意思翻出來啦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啦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你看 中華台北是什麼 我已經講了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有一個名字嘛 它是一個名 在1979年以後 它已經不能叫中華民國 它只能叫中華台北 或中國台北嘛 Chinese Taipei嘛 Chinese Taipei 它這個名字之下 有兩個頭銜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 不管這個頭銜 或是這個頭銜 都是什麼 都是一種統治的 都是一種政治組織啦 台灣自己當局是統治的政治組織 那流亡政權 不是統治的政治組織嘛 它只是一個流亡的難民組織嘛 所以我說這兩個功能不一樣 這是難民組織 這是一個統治的政治組織 OK 所以無論如何 中華台北就是一個 政治組織的名字 那這個State呢 這是國家 這是什麼意思的國家 它是政治組織的那種國家 懂我意思嗎 它是政治組織的那種國家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就是政治組織 所以它就是台灣統治當局的意思 所以你要看前後文 去判斷這個台灣是什麼 台灣不是獨立的 台灣 is not independent 它作為一個 nation 並不想要主權 這是誰講的 這是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在2004年講的 因為它這裡是講Nation 所以它這裡的人 它這裡的台灣 我的判斷是指人民啊 因為等一下我會解釋什麼是Nation 但是你也可以參考 秘書長寫的台灣戰爭史第440篇 秘書長有一番比較相 另外詳細的見解 那台灣現在被中國流氧政權 作為台灣統治當局治理 那我如果寫這句話 你將會判斷這台灣指的是什麼 因為它是被治理的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就是領土或人民嘛 對不對 被治理的那個範圍 或是那個範圍上的人民嘛 對不對 好第4個 台灣的人民跟台灣上的人民 這就是什麼 the people of Taiwan 跟the people on Taiwan嘛 因為這裡有一個上 所以這個台灣當然是指一個地理範圍嘛 對不對 所以它就包含什麼 就包含白狼嘛 擁有居留權的那些中國難民 跟他的後代嘛 擁有居留權的那些中國難民跟他的後代嘛 所以因為它是地理範圍嘛 但是這個台灣的是什麼意思 它是一種屬性嘛 off是一種屬性嘛 所以它就不包含那個後來才來的難民嘛 因為難民是因為戰爭的因素才來的 所以它不是原本就具有這個土地的屬性嘛 它不是在這裡生土的嘛 對不對 它要變成這裡的屬性 它要經過一個什麼 法律的規劃嘛 對不對 可是他們並沒有經過這個法律的規劃手續嘛 對不對 他們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放棄他的中國國籍啊 所以這邊是什麼 這裡是法理的台灣人民 這是政治的台灣人民 所以白狼可以大啦啦的說 我是台灣人民啊 我是台灣公民啊 我是中華民國公民啊 白狼不是這樣講嗎 他根本沒有放棄中國國籍啊 但是呢 這裡是沒有 也就是說這裡的人民 他的效忠是混淆的 有一群人 那一群人 那一群人是要對中國效忠的 他沒有放棄他的中國國籍 但是這邊的人民呢 並不含那些要對中國效忠的人 懂我意思吧 所以那個學運的領袖說 欸台灣的命運有兩千三百萬人決定 這樣對嗎 當然不對嘛對不對 不對嘛 你的命運要給白狼這種人決定嗎 我們尊重他啦 他可以選擇他的中國國籍啦 但是就請他回去中國住 這樣 或是去平坦金門馬祖也不錯 台灣是什麼 台灣關係法第15條 台灣一直將事情都需要 包括台灣及澎湖列島 這些島上的人民 你看喔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有沒有 所以它是什麼 也是台灣上的人民嘛 Los islands 台灣列島跟澎湖 台灣群島跟澎湖列島上的人民嘛 公司 這公司的英文是cooperation 其實是法人啦 法人比較精準 根據這些 說這些非法人的團體機構 還有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承認為 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及任何解體的治理當局 所以 它在1979年1月1號以後 就不能叫中華民國了 就要叫中國台北或中華台北了 對不對 所以它有幾種概念 事情況需要有五種概念 我們複習一下 地理概念 人民 法人 非法人 當局 五種概念 所以你看到台灣 你不要很想當然惡 就是 就是 我們在台灣 那我們的台灣是什麼台灣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當局 就不是我們的當局啊 對不對 這是屬於中國的 中國的佔領 中國 難民來的那個當局嘛 對不對 雖然它的名字叫台灣治理當局 那這個人民呢 也是混淆了難民的人民嘛 所以你不要說 啊台灣人民喔 就很高興了 就是爛喔 對啦 那是爛啦 那不是運啦 不是我 不是運 運跟爛是不一樣的 OK 我們來看軍事政府在哪裡 你怎麼沒什麼 空灶圖 這個這張空灶圖呢 很清楚地顯示出來 我們空軍清潮基地 在那個時候 的機場 這個狀況 好 這條是主跑道 方向呢 主跑道 這邊是北方 這是南方 是南北向 南方 那這邊 這邊是東方 這邊是西方 那 以主跑道劃分呢 東邊這個區塊 這邊東邊這個區塊 這個 這個區塊呢 美軍當時 在這邊 建立一個美國城 那這是教堂的位置 我們現在存在位置在這裡 教堂的位置 這高水塔 這個區塊就是 美軍的生活區塊 十一住行娛樂 戰備區塊 通通在這裡 主跑道 那這主跑道 以西這個部分呢 就是當時我 我方 以前的空軍三大隊 在這個位置 三大隊部 那這個地方 這個區塊 現在是漢翔 以前是我們三大隊裡面 八隊飛機所提放 八隊現在已經不在了 已經踩車掉了 這邊台中米航站 現在變成台中米航站 這個我們是公民 現在我們因為經濟案 經濟團就已經 管制造已經封閉了 這是西式兩門 這西方 那幾個機堡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警戒機堡 但比例有放大就是 這是民國七 對 放大 民國七十年的空調圖 現在這個已經變成參考圖 1981年 這個美國城在這邊 我們的中央看到 我們來的時候 中央看到在這裡 然後這邊有個十字路口 這個點呢 以前 這旁邊有個叫做 基地進出 換政的一個地方 那表示說 然後問過 美國退軍人 他們這邊已經有個管制哨 在我們來講 叫做一個門 就是 中美交界的地方 欸就是說 我們 他這邊 老外美國人他自由進出嘛 我們中方人在那邊要 在那邊換政 換政的時候才可以進入到那邊 原上他們是空情人員 空情人進出到他們的這個整個區域 那也就是說 你在這邊 所看到的所有的場景啊 都是當時美國人建造的 有沒有 所有的東西 是美國人建造的 那台灣是誰守護的呢 誰守護的呢 所以 台灣曾經有美國軍事政府 這件事不用懷疑吧 沒有看過這個影片 也知道 美國常常派第七艦隊來嘛 去什麼 台海危機的時候啊 飛彈危機的時候 地七艦隊都有來嘛 對不對 那就是在什麼 那就是在執行軍事任務嘛 保衛台灣的軍事任務嘛 好 這是最熱門的 最熱的啊 這是什麼時候的新聞 4月3號 前天 今天4月5號嘛 對不對 就是 美國的參議院啊 東亞太平洋事務局 助理國務卿 羅素丹尼爾 丹尼爾 羅瀟斯爾 他在參議院的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東亞與太平洋事務 職務委員會的聽證會上 我把他截錄他的書面證詞 很有趣的幾段 我把他截錄下來 此外呢 我們享受台灣的防衛 和軍事服務的領導人員 不斷和健全的交流 很有趣的一句話 你覺得 你如果懂了這句話 要講什麼 你看 等一下我們會看 那個危機解密啦 他可以某一種詮釋這句話 還有什麼呢 TRA就是台灣關係法指出 西太平洋和平的穩定 是在美國的政治安全的經濟利益之中 這在今天也如他在1979年一樣為真 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他也聲稱美國的政策是保持美國的利益 這在台灣關係碼裡面都有 他這裡的台灣人民 我註解 是台灣上的人民 the people on Taiwan 我們與台灣的安全關係 遠不止於對台軍售喔 新聞只會報導對台軍售對不對 他說 我們與台灣的安全關係 是遠遠不止於是對台軍售喔 美國自力廣泛的與台灣協商交流 協助台灣軍隊 當他們尋求維護訓練裝備 一直在軍隊時 這個安全是什麼 他用哪個英文字 Security Security跟Safe的差別在哪裡 有誰可以回答我 Security跟Safe的差別在哪裡 Safe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 不小心啊 意外受傷 擦傷 撞到 這叫Safe 這種不安全叫不Safe Security的安全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人要對你意圖造成侵害 比如說有強盜啊 有人有強盜要去強佔你的土地 要侵入你家 這種不安全 這種安全性叫做Security 所以呢 它跟台灣的Security關係 還有什麼要防衛台灣 被別人入侵啊 台灣沒有正式參加國際同盟或演習 但台灣使用美國所提供的保守材料和服務 加強其人道救援能力 欸 這非常有趣喔 你看喔 最近什麼 最夯的 上個月馬來西亞航空370班機後 參與那個要去南海找這個班機 大家知不知道 新聞是不是報導 中華民國派出三艘艦艇去找 對不對 我沒有記錯的話啦 對不對 但是新聞沒有告訴你一件事 它是利用美國所提供的材料跟服務 你懂我意思吧 你懂我意思吧 也就是那個軍艦是用 是誰同意一下才能出航的 美國 不只這一艦喔 包括 四川地震 日本海嘯 菲律賓的事件 海艷颱風 所有 中華民國的軍艦 只要離開外海的話 都要美國 美國同意 美國要監視 所以為什麼上次不是菲律賓事件 菲律賓這個 漁民事件對不對 不是中華民國派軍艦 啊不是用美國飛機在那邊 他在幹嘛 他在監視嘛 很有意思的一句話 好 這是大家比較最近一直在吵的 我們看看美國 這個助理國務卿是怎麼說 我們對台灣的安全防衛需要的支持 給了台北信心與北京簽署協定 其代理台灣與北京簽署前所未有多的經濟 和文化的兩岸協議 台灣和大陸之間很快就會有一個星期 超過八百次直飛航班 這在十幾年前是難以想像的 台灣的陸委會 台灣的 美國是直翻他的英文 OK 所以你要理解這個台灣是什麼意思 王玉琦最近前往大陸和他的中國同行 這個張志軍舉行會議 美國將繼續支持這些 和其他以對海峽兩岸人民可接受不法 就是 有的媒體發生速度 的兩岸對話 並繼續承諾支持台灣從事都要 而不是有威脅的能力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難得的場面 在台北的嵩山軍機場 出現了美國軍機 讓這些軍事迷瘋狂拍照 下五點多嵩山軍機場上 出現了這個機身上寫著 United States的美國軍機 罕見的停在跑道上 這個畫面讓攝影迷軍事迷 為之瘋狂 美國空軍專機隊的 他這個 他們737 這個 他已經講了美國軍機嘛對不對 你們可以去自己 網路上找這個 影片 大概提一下 他是在誰 在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然後他來的時候呢 先去那個 我記得是先去台南的空軍基地 後來再去找馬英九 所以他先去台南空軍基地視察 這個是馬英九第二次就職的時候 我畢竟還是一國元首的宣誓就職 還是有來自於各界的祝賀 包括了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羅斯雷提南所率領的國會 為議員祝賀團 今天下午就搭乘美國政府的軍機抵台 羅斯說他們此行 除了要慶祝馬總統連任之外 也將跟台灣討論中國的崛起 以及經貿關係 好 他是來慶祝馬英九就職的對不對 可是他什麼時候到 下午3點30分才到 啊就職典禮不都早上嗎 對不對 啊就職典禮半晚了才來 他是來慶祝蠻久就職的嘛 不是嘛 不是嘛 名義上是其實不是嘛 所以呢 他也是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啊 你們覺得奇怪 為什麼這麼多新聞都是這樣 他為什麼不是做一般的外交專機來 他也不是做一般的民航機來 坐私人飛機來 他一定要坐軍機來 他一定要坐軍機來 這為什麼 這是我要講的 包括這個AIT官員 他有個早產患重病的新生兒 都是坐軍機 你可以想像嗎 AIT是一個民間組織 他不是美國官員喔 雖然他這邊寫官員 他其實只是一個美國約聘的民間組織 雖然他在台灣代表美國啦 那他的小孩生病了 要做軍機 你覺得這合理嗎 你覺得合理嗎 不合理嘛 你說就中華民國好了吧 中華民國的小孩生病了 會叫中華民國軍機送去醫院嗎 不會嘛 那他在幹嘛 他在幹嘛 他就給你台灣人看 你說台灣人就會抱怨啊 你說你佔領我 可是你都沒有出現啊 他在給你看 他在給你看 美國總統與國會對台的軍事管轄權 這裡呢 我們先把範圍局限到美國憲法 事實上 Beyond這個美國憲法 其實美國總統的權力是 有一些權力是別樣美國憲法 但是在這裡呢 我為了要引用這一段文字 我先把這個美國總統的權力 或是國會的權力 先 受限在美國憲法之下 他怎麼說 美國憲法對美國的軍事管轄權有三種 第一種呢 是行使於和平與戰爭狀態中 第二種呢 是行使於境外的戰爭 不涉及美國邊界 或是境內發生暴亂的時候 視為交戰方 第三種呢 是在美國本土發生暴動的時候 所以第二種的時候就是軍事政府 第三種就是戒嚴 所以戒嚴法的那種軍事統治 跟軍事政府的那種是不一樣的喔 其實各位至少要知道這一點 戰爭法有規範 其實這不只是美國憲法啦 戰爭法就有規範 境外的是軍事政府 境內的是戒嚴 雖然他的本質很像 雖然本質很像 所以 蔣介石集團 在台灣實施的是戒嚴嗎 不是喔 他只是騙你是戒嚴 其實他實施的是軍事政府 所以第二種軍事管轄權可變為軍事政府 在合一的情況下取代當地法律 注意喔 合一的情況下取代當地法律 並在總統的指示和國會的民事或暗示制約下 由軍事指援官行使 所以譬如說台灣關係法呢 是哪一種 就這一種 為什麼 美國眾議院的議長都要做軍機來 我們來看 美國國會的對台軍事管轄權 台灣關係法裡面有很多條都有提到啦 但是這是很重要的一條 第十四條 眾院外交委員會 參院外交委員會 以及國會其他事項委員會 將監督 美國與台灣繼續維持關係的法律技術項 有關東亞安全合作 及美國政策的執行 這些委員會將適當地向參院眾院報告監督的結果 所以這是一種監督權 所以譬如說莫拉克風災 馬英九這個政權搞了天怒人怨 他們就要飛來啦 你去找新聞就一定有 他就要飛來看監督一下 譬如說陳水扁 為什麼民進黨他們都要去找美國 其實他們也知道嘛 他們也知道嘛 能夠救陳水扁也只有美國 美國總統的對台軍事管轄權 1979年3月底 國會通過 4月10號美國總統簽署 往前追溯 1月1號生效 這是有玄機的喔 但是我時間不多我不講 第三條說什麼 美國總統和國會 B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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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防衛需要的判斷 應包括美國軍事當局 向總統和國會提供建議實的監督報告 有沒有 所以我是不是說 這是第二種軍事管轄權 有沒有 第二種用來的是軍事政府 它有分總統的跟國會的 所以這個軍事當局要向總統和國會報告 有沒有 它指示總統如遇台灣人民 這是the people on Taiwan 遭受威脅時 危機美國利益時 應迅速通知國會 總統國會將依憲法程序 決定要採取什麼適當行動 所以問題是什麼是憲法程序 所以你就要了解 什麼是戰爭法 什麼是萬國公法 什麼是美國憲法下的美國總統職權 台灣關係法第十條A 這是我個人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條 但是很多人其實都忽略這一條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機構 依據美國法律授權要求 向台灣提供 或由台灣接受任何服務聯絡承諾的事項 應在總統指定的方式範圍內 向台灣設立的機構提供上訴事項 或由這一機構接受上訴事項 此一機構乃總統確定 依台灣人民適用法律而具有必須之權利者 可依據本法案代表台灣提供保證採取其他行動 所以這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 台灣設立的機構是什麼 就是以前叫做北美事務協調會 後來叫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的那一個台灣治理當局的代表 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個台灣治理當局的代表 是誰去確定他有權威代表台灣人民的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確定 1. 台灣人民適用法律 這個適用法律也是有權機的耶 在戰爭法裡面 誰可以確定這個被佔領地適用的法律 戰爭法規定 因為佔領是一個暫時性的事情 它不是永久的事情 所以呢 它不能隨便改變當地法律 要改可不可以改 可以 它有前提 很嚴格的前提 出於軍事目的 我佔領就是因為軍事嘛 因為戰爭的因素嘛 所以我要改這個法律 也是一定是因為戰爭的因素 軍事的目的才能改 除此之外 一般的民法 不能隨便改的 所以中華民國 它在一九五幾年的時候 事實上 還是有 一開始還是有沿用這個大日本帝國的法律 但是它後來就亂七八糟 所以這適用法律也是有玄機的 這個是戰爭有意義的 那總統確定呢 這個也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 因為總統根據美國憲法 是三軍指揮官 三軍總司令 所以它是軍事政府的頭 就像日本天皇 是日本大本營的頭一樣 這我們剛剛看過了 所以這個呢 這什麼時候 這1978年12月30號 美國總統卡特的 與台灣人民的備忘錄 它表面是備忘錄 實際上是行政命令 最近不是在吵這個 行政協定行政命令嗎 這個才是真正的行政命令 你看喔 目前有權威去進行我們的計畫交易 或其他與其他關係的部門機構 依照此權威 適當的透過低段所提的機構 被指示並進行與實施 那些1979年1月1日開始的計畫交易 關係 美國與台灣 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是低段所提的機構 就是後來的AIT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AIT還沒成立嘛 1978年12月30號 隔兩天 才會中美斷交 所謂的中美斷交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卡特要發佈這個備忘錄 我剛剛講了 當他要宣佈中美斷交的時候 中華民國政府就不能代表中國了 對不對 所以他就沒有佔領權了嘛 那沒有佔領權會發生什麼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因為他要跟中共建交嘛 中共一定會要求 你美國給我在台灣撤軍 因為美國在台灣有 那時候幾十萬的軍人 他有一個美國台灣防衛司令部 我剛剛給各位看了 他在侵權剛有一個美國城 所以他一旦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他已經考慮到了 中共一定要叫他撤軍嘛 那他在什麼情況下 表面上撤軍 實際上又保持住他的佔領權呢 就用這個 懂我意思吧 他就透過這個備忘錄 因為那時候台灣關係法還沒有訂定 所以他就透過這個 表面是備忘錄的行政命令 去授權這個台灣當局 授權這個台灣當局 去代理他佔領 懂我意思吧 所以他說目前有權 我會去進行 依照此前約繼續去做 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台灣關係法 要往前追溯到1月1號 他是4月10號才簽署嘛 美國總統簽署嘛 他為什麼要追溯 他要彌補那個時間差嘛 但這個時間差 是由美國總統命令宣布的 所以這個美國總統的權限 不是來自於台灣關係法喔 他來自哪裡 來自哪裡 戰爭法 萬國公法的總統特別的職權 你看喔 當這個實行這個備忘錄 美國的法律規章命令 涉及到一個 境外的Country Nation State 政府實體時 要包含台灣 所以為什麼 台灣雖然不是一個Country 不是一個Nation 不是一個State 可是呢 他是適用這些法律 因為美國總統有下這樣的命令 而且台灣關係法也這麼說 台灣關係法是法律 它的位階是比較強 它是個State 那為了執行與台灣人民的計劃 所以這個美國的利益有誰 AIT代表 有沒有 非官方機構 這就是後來的AIT 所以這個總統執行令 它更新了兩次 一次是在1979年 也就是台灣關係法制定後的6月22號 你看喔 總統保留 尤其是特別指定於10A的決定權 決定什麼 決定誰是台灣統治當局 有沒有 因為你已經決定誰是統治當局的代表 那是不是就是意味著你決定誰是統治當局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決定權 一開始並不是來自台灣關係法的 當然這裡它就寫依照台灣關係法了 因為這個該法就是台灣關係法 因為這時候台灣關係法已經生效了 OK 所以這個時候它是承認誰 北美事務協調會有沒有 被決定為 代表台灣人民的非官方機構 有沒有 第二次更新是什麼 1996年8月15號 柯林頓總統的時候 他也是保留這10A的授權 為什麼他要保留呢 因為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大部分這種權力就是授予給國務卿 國務卿在包給AIT 懂得是吧 所以AIT就相當於以前的那種東印度公司 懂得是吧 東印度公司也是民間組織 可是它代表的是那個殖民國的主權權利 那AIT 你不能說美國是殖民國 可是它相當於是那個佔領國的 代表佔領國主權權利的那個民間組織 懂我意思吧 好 時間好快 所以呢 這個卑劍的台灣統治當局有個例子就是說 亞洲開放銀行叫ADB 他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本來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 到了這個1983的時候呢 中共要加入 然後他 中華民國 他要求中華民國 他建議中華民國可以用台灣China留在 中國台灣留在亞洲開放銀行 美國建議用台北China 所以意味著這兩個是不一樣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相當於Chinese Taipei的變形嘛 對不對 這個意味著 台灣China意味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嘛 但是台北China沒有 不一定這樣 不一定是這個意思嘛 它有可能只是一個政治組織的名字嘛 所以呢 亞洲開放銀行當然接受了美國的建議啊 因為我剛剛講了 誰對台灣有管轄權 美國嘛 但是有趣的事情呢 但是香港 到了香港回歸後一年 香港也要加入 但是香港要用中國香港的名義加入 那就會跟剛剛那個講法混淆嘛 所以他們怎麼做 他就把這個 鬥點後面空一格去掉 可是你學過英文文法都知道 鬥點後面一定要空一格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鬥點後面一定要空一格嘛 所以他為了要避免混淆呢 他就用一個錯誤的英文文法 當這個台灣統治當局的匯集名稱 這到現在你去這個官方網站查還是這樣喔 這是什麼 這個統治當局有多卑賤啊 名字都保不住 給人家改來改去的 那我們台灣人又被這麼卑賤的統治當局代表 我們台灣人是什麼 悲慘啊 悲慘啊 這個我沒有時間講 這個大家可以去找這個 這個 誰 誰用有台灣的軍事領導演 可以去查這個 台灣危機解密 有關這個 楊叔弟的這一篇 台灣危機解密 在2017年12月20日的台灣危機解密 什麼是管轄權 美國說 美國衛生部長賽比喻斯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利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這什麼意思 因為我沒時間看影片 我直接用口頭說 這就是管轄權的一個案例 用家庭來舉例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一個家庭裡面 請問是爸爸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還是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覺得是爸爸的請舉手 覺得是媽媽的請舉手 大部分都不舉手 我只能選一個啊 我問你只能選一個 覺得是爸爸的請舉手 不少 覺得媽媽的請舉手 比較少 答案是這樣 根據自然法 我的標準就是根據自然的法則 是誰 媽媽 為什麼 因為 因為當你要決定這個小孩子 要繼承那個家庭的時候 請問誰才可以決定 媽媽嘛 為什麼 只有媽媽知道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他有可能是抱來的 有可能跟人家偷生的 他的爸爸不一定是這個家庭的爸爸 所以你要怎麼確定這個小孩子能夠繼承這個家庭 只有誰才能決定 只有知道小孩子身份的那個人 不一定是媽媽 媽媽一定知道嘛 有可能是媽媽托養托父的那個監護人 或者是住產室 能夠在法院作證這個小孩子血緣的 那個人就有份量 他說話有一定的份量 這就是自然法的管轄權 所以媽媽有管轄權 也就是說 美國說什麼 聯合國任何機構都沒有 權力片面決定台灣的利益 什麼意思 只有他才有權力決定啊 這是不是呼應我剛剛說的美國總統令 誰去決定台灣統治當局 台灣統治當局相當於 台灣這個小孩子的保母 他不是這個小孩子的爸媽 他是這個小孩子的保母 那誰去指定這個保母的 是美國這個監護人 懂我意思吧 所以美國是台灣的監護人 所以他有台灣的管轄權 因為他知道小孩子的爸媽是誰 小孩子的爸媽是誰 台灣這個小孩子的爸媽是誰 日本天皇 大家都清楚了 這樣就清楚了 這也是一個管轄權的案例啦 這個危機解密也有 這個自由時報有報導 美國要求聯合國不要再稱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包括我剛剛講的 為什麼 台灣要派軍艦出去 都要用美國的服務 也是一個案例 什麼是Country Nations Day 你們看這個條碼 你去外面買個插底王 前面三碼是代表什麼 不是國碼 你看你就會聽 你就會覺得它是登記國嘛 首先你會覺得它是登記國 而不是生產國 因為這個新聞都有報導 實際上它是什麼 它是登記地 而不是登記國 為什麼 因為它的英文是什麼 這個590代表波蘭 代表這個產品是在波蘭登記的 因為它是用country 可是country可以翻成國家嗎 比如說你看 台灣是471嘛 對不對 波蘭是590嘛 我剛剛講了 香港你看 香港是489 香港有country code啊 可是香港是國家嗎 不是啊 澳門也有啊 對不對 所以 country 不一定是國家 好 比如說 這個 ISO 你如果去網路上填表單 對不對 網路上拉表單 它不是叫你填 那個 國家的區域嗎 其實就是country嘛 它就是country code嘛 台灣是多少 台灣是158嘛 可是你看喔 香港有 香港有country code喔 ISO的country code 是344 香港是國家嗎 不是啊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也有啊 巴勒斯坦是國家嗎 不是啊 所以country 在這個情況下 也不是國家 好 這是state nation Nation這個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nation是指的是什麼 這是state 什麼是真正的國家 這個country是什麼 C-O-U-N-T是什麼 英文伯爵的意思 所以這country相當於是 以前伯爵的一塊領地 它有相同的制度 相同的風俗 要繳一樣的稅 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是 你可以翻成國啦 但是這個國沒有那個政治組織的意思 它就是領地疆域的意思 懂我意思吧 這個國是那個 有相同的制度風俗的那個意思 範圍 這個nation是什麼意思 NAT的語言是to be born 被生下來的 因為是被生下來的 所以它是語言文化的共同體 所以它有時候翻成民族 有時候翻成國 我覺得翻成幫比較好 因為幫有時候是民族的意思 有時候是國的意思 這state是什麼 state的語言是站立起來的意思 所以政治人物最喜歡在選舉場合講什麼 台灣人民站立起來的 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那個立委談那個巨人是不是站著 他不是倒下的 為什麼 他是有靠一股意志 一種約束的意志去選擇出來的 是把這群人扣做會 所以它是政治法律的共同體 所以它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真正國際法裡面的主權國家的英文是用state 你要簽條約一定用state Nation有時候這兩個很接近 有時候這三個是可以混用沒有錯 可是細部來講 這三個是不一樣的 他們當然有交集的時候 對不對 這個例子是大英國寫 當然沒時間講 就有講一個主權在民 你可以聽我以前的演講 有一些我以前都講過 這個民主政客最喜歡講主權在民 公民社會 盧梭怎麼講主權在民 因為主權在民一開始盧梭提的 社會契約的核心想可以減速一下 我們每一個人把他與他的權威 置於公共意志的指導之下 群體作為每個人不可分離的部分 所以每個人都是那個巨人的那個細胞 對不對 所以盧梭主權在民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形成公益 形成公共意志 現在學運他們要開人民議會 但是問題是在哪裡 那群人可以代表所有學生嗎 對不對 不能嘛 不能嘛 誰也不能代表誰 所以才會有主權者 只有這個超然的主權者 這個仲裁者 這個最高的行政官 最高的主權者 他才能代表所有人 任何一個政黨 任何一個媒體的新聞人物 都不能代表所有人 所以馬英九可以代表台灣人民嗎 但是他可以什麼 事務性可以代表 就好像旅行社不能代表你 可是他可以幫你代辦 他可以幫你辦簽證 辦什麼辦法 那最後簽名蓋帳要你簽名蓋帳 所以這個台灣同事當局就是他表面 他表面上是你的代表 實際上是你的代辦 你懂我意思吧 OK 所以一到二是什麼 二到三是授權 這個主權者授權給政府機關 去實行公益 一到二是涉及公益 以及主權者的產生 而產生不同類型的國家 所以一到二是國體 二到三是政體 國體跟政體本身就是可以區分的 所以國體就像是董事長產生的方式 政體就相當於總經理或是執行長產生的方式 OK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什麼叫少數服從多數 假如表決不是全體無異通過 為什麼少數要服從多數 為什麼幾百個需要主人的人 可以代表十幾個不要主人的人來表決 如果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 如說在問這個問題 他的答案是 如果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約法三章 這種接受多數選擇的表決方法 至少應在一個場合曾經通過全體無異的表決 台灣是不是共同體 以前是 什麼時候是 天皇陛下在1945年4月1號頒布造書 給予台灣人參政權跟參戰權的時候 這時候全體台灣人民就以天皇陛下為我們的代表 這時候就是真正的公民社會 那一刻起社會契約就締結了 但是現在為什麼不是 因為有 有什麼 有難民與非難民 有佔領者跟不是佔領者 所以這個地位不一樣 它不能形成一個真正的約束 當初五月花號到美國的時候 雖然有不同的清教徒 對不對 他們也是簽了一個五月花公約 這個就相當於社會契約喔 五月花公約 去約束不同來源的清教徒 可是你要搞清楚喔 他們還是有一定的正當性 跟台灣人例子不是一樣 也就是說根據國際法 中國難民不能因為說 我要跟台灣人定一個公約 就變成共同體 至少第一個 他沒有說他放棄中國國籍阿 所以我們也不能強迫他放棄中國國籍阿 所以結論是什麼 人民不是主權者 只有幾少數的情況 直接民主的情況 每一個人代表我自己的那種 直接民主 他才是每一個人是每一個人的主權者 但是現在都是代義政治阿 所以只有那個最高的代表人 才是主權者 只有公民可以形成公共一致 居民不行 外國人不行 參與主權權威 人民政府都不擁有主權 主權者擁有主權 如果他代表公益 所以他也是不能亂來的 主權在民的意思是 統治主權因源自公民 而不是公民擁有主權 也不是人民擁有主權 好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 各位同心 好 各位同心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恭喜 很好 謝謝 恭喜 恭喜